在日本有一对中年夫妻一共生了八个孩子 但这个在当地十分罕见的大家族里 经常有家庭成员不同程度的受伤 甚至是失踪或是死亡 于是 节目组花费大量时间 拍摄这个家庭的每日活动 今天为推理发烧友们带来一部 高分烧脑推理系列的伪纪录片 禁止放送 这里的每一帧都是细节和线索 但是当你分析出真相时 真的会让你觉得细思饥孔到头皮发麻 普世家族的早晨 由爸爸带领全体家庭成员 一起做第八套广播体操 可以看到最初这个家里的每个人 都是精神抖擞的状态 并无什么异常 见完身后 妈妈和大姐二姐在厨房准备全家人的早餐 几个稍微大些的孩子帮忙端食物放在餐桌上 只有爸爸抱着一只梨花猫坐等开饭 大姐说 每天早饭他最主要的任务 就是为爸爸烹制牛肉 因为爸爸特别喜欢吃牛肉 但因为牛肉的价格十分昂贵 所以全家只有爸爸有特权 每天可以吃一盘牛肉 但是爸爸丝毫不顾及还在长身体的孩子们 只要猫咪想吃肉 爸爸都会分给猫咪几块 爸爸对着镜头说 他们每天都是这样的生活 并且一家人无论怎样都要在一起 是他们的口号和座右铭 原本男人是一名技术娴熟的工匠 但是两年前 突然从家里的梯子上摔了下来 一直在家养伤至今 那么家里这么多人口 伙食费和学费谁负责呢 原来近两年都是妈妈起早贪黑的养全家 勉强维持生计 但可以看出妈妈的心态的确很好 这个大家族整个早餐的氛围都是欢声笑语 什么是大家族呢 日本的一位评论家给出了定义 一个家庭里在除去爷爷奶奶的情况下 如果这个家里有九到十口人 那么就算是日本的大家族了 节目组也发现 每次拍摄这样的节目 都会增加电视台的收视率 因为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 人多的地方必然是非就多 观众们都喜欢看热闹 窥探别人家的隐私 但看似平常的一家 所经历的恐怖的事 可不止一件 早饭后 妈妈要去打几份工赚钱养家 大一点的孩子们去上学 小一点的孩子们去上幼稚园 可是到了下午 从幼儿园放学回家的小团 一直坐在角落里低声喊叫 记者发现小团头部受伤 因为疼痛一直在哭泣 镜头前的爸爸赶紧拿来药箱 给小团处理着伤口 略显尴尬地对记者说 小团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摔倒了 但同时记者也注意到了 在一旁画画的姐姐小七 画中的内容是 爸爸打了团 因为爸爸讨厌小孩 晚饭全家吃的是妈妈准备的咖喱 但明显妈妈没什么胃口 一直在担心小团 其实不止小团 这个家里的孩子们 经常会不明原因地离弃受伤 前段时间 小七的眼睛周围出现很重的郁伤 过了很久才好 听妻子这样对记者说 爸爸赶紧补充 那次也是小七在放学路上 不小心摔倒造成的 比起爸爸的云淡风轻 妈妈显得更加关心 几个孩子的健康和安危 因为在这之前 家里还发生过更恐怖的事 其实开篇就介绍过 这对夫妻一共生了八个孩子 但如今只剩下七个 因为老五在去年 非常离奇地去世了 享年只有九岁 今天刚好是去世一周年 他的爸爸妈妈 在祭拜去世的孩子 妈妈说 前两年丈夫受伤 去年老五又去世了 之后每个孩子 都会不同程度地离奇受伤 让他感到很恐惧 更难过的是 丈夫的身体每况愈下 尤其最近 经常莫名其妙地昏睡过去 每天都没有精神 也很难实现 重新出去工作的计划 到了深夜 弟弟妹妹们都睡了 大姐才有机会看书学习 值得一提的是 大姐的学习成绩非常出色 经常都是全校第一名 按理说 这段期间应该保证充足的睡眠 才能更好地应对高考 但她在学习上依然没有松懈 因为她知道家里的负担很重 想努力考上大学找到工作 尽快分担妈妈肩上的重任 事实上 真是这样的吗 当问到她感兴趣的专业 她毫不犹豫地说 想去国立大学的药学部 因为妈妈曾经是一名护士 家里至今还留着很多 医药学相关的书籍 三哥也在刻苦训练自己的棒球技术 他是学校里有名的棒球手 人送外号 一击击重 到了第二天清晨 爸爸还是带着大家一起做广播体操 只不过今天大姐没有出席 妈妈觉得 应该是老大深夜学习到很晚 今早想多睡一会 爸爸也随身附和 事实上 姐姐的确昨晚看书看到太晚 以至于连今早的早餐 都是妈妈和二姐准备的 用餐时 姐姐才笑盈盈地来到餐桌 爸爸很关切地问大姐最近的成绩 还告诉大女儿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但没过一回 镜头前的爸爸 突然做出了让节目组非常震惊的举动 因为大女儿没有参加每天全家必做的广播体操 也没有帮妈妈准备早餐 爸爸完全不顾及节目组的拍摄 对大姐拳打脚踢 妈妈想去阻止 也被爸爸粗暴地推了回去 之后爸爸将老大带到小黑屋 门外的记者可以清楚地听到 女儿一直在向父亲道歉认错 但父亲似乎并没有停手 全家人只有母亲在心疼的低声啜气 其余的孩子们虽然吓得面露惊恐 但似乎一切对他们来说习以为常 过了一回 爸爸恢复之前的微笑 回到餐桌继续吃早饭 可能是刚才下手太重 耗费了很多体力 瞬间来了食欲 还让妈妈喂她再盛晚饭 二姐悄无声息地给大姐递纸巾 擦掉流出的鼻血 吃饱喝足的爸爸对大家说 一家人在一起才是最好的 大家也只能低声默认 饭后记者问女主人 刚才她的丈夫为什么会发那么大火 女人一边哭一边替丈夫开脱 应该是她身体不好压力太大 所以才会控制不住自己对女儿动手吧 镜头前的男主人倒是一点没觉得自己做错 反复强调 他这样的大家族 就应该一家人整整齐齐在一起 当记者问到 刚才的举动会不会太严厉了 男人的话 让大家瞬间感到细思极恐 可男人到底为什么会突然之间暴跳如雷呢 专家分析很多家里蹲都会变得越来越抑郁或是喜怒无常 甚至会出现攻击性 哪怕是稍微受点刺激就会爆发 突破能够自我控制的范围 难道男人真的是因为大女儿没有做广播体操才动手的吗 其实早饭期间 爸爸问他近期成绩时 老大说了这样一句 本是好意 想分担家里的负重 也是个积极向上的好孩子 却因为这么一句话惹怒了男人的自尊心 几天后 记者再次来到这个家族 发现妈妈竟然一反常态地训斥老六 原来是因为老六捡到了一张照片 一向温柔的妈妈命令孩子赶紧扔掉 记者好奇去问这张照片的由来 也揭开了十分诡异的内幕 原来这张照片两年前就出现在家门口的信箱中 妈妈觉得很诡异便赶紧扔掉 可每次扔掉之后 照片都会回到他们家的信箱中 最后妈妈只能将照片撕毁并处理掉 可一年之后 照片还是神奇地回来了 并且被家里的老五捡到了 没多久老五就去世了 今年又被老六捡了回来 妈妈担心孩子们还会发生不好的事 话音刚落 崴脚的楼梯便传来了很大的声响 原来是老四莫名其妙地从楼梯上摔了下来 来不及多说赶紧送往附近医院 好在孩子伤得不重只是轻微脑震荡 安顿好老四 记者去问爸爸到底怎么回事 爸爸说当时他悄悄上楼想看看孩子们有没有在学习 只有老四不在房间里 然后就听到扑通摔下楼的声音 妈妈觉得一定是和那张鸟居的照片有关 因为他每次出现 家里就会有人受伤 但爸爸是个无神论者 大声呵斥妻子不要搬出鬼怪幽灵 四天后 记者再次到访这个大家族 发现小七又在画画 小七说自己在画全家福 里面有妈妈 姐姐 哥哥和弟弟 记者马上又问 为什么全家福里没有爸爸 谁让小七说 爸爸马上就要没有了 还说这是个秘密 本来小团也在画画 但记者凑近一看 原来小团照着那张鸟居照片画 旁边还有一张之前画的画 爸爸打了哥哥 几天后 普家来了一位奇怪的客人 原来是当地非常有名的超能力者 他用手感知出 这张照片上的确是有恶灵 如果不尽快处理的话 家人很可能会招致不好的结果 晚上 妻子用非常卑微的语气 和孩子爸商量 想要找超能力者做一场法事 孩子爸第一反应就是反对和阻止 因为在当地 做一场法事的价格非常昂贵 妈妈觉得 无论花多少钱 只要是为了孩子们的平安健康 都是值得的 不想让孩子们成为第二个老五 谁知这句话又刺激到了男人 大声地呵斥 妻子不要再提起老五 这次妈妈终于自己做主一次 请来了超能力女士 为家里做一场法事 整场法事 女士一直在念着咒语出零 没想到姐姐像是受到了刺激一样 伴随着咒语的声音 变得越来越痛苦 身旁的妈妈和二姐 都非常心疼地看着 就这样三个小时之后 结束了这场法事 非常神奇的是 姐姐也恢复了之前的平静 并且她说 根本不记得之前自己痛苦的模样 看着照片上的恶灵被除尽 全家也终于放下心来 不过做法事的女士说 虽然这场法事很成功 但有一点自己非常在意 就是家里的男主人 没有参加这场出零 很担心她日后的安危 几天后 记者再次来到普世大家族 他们还是和以前一样 精神抖擞地做着广播体操 闲暇时光 爸爸还是在陪伴她的梨花猫 妈妈大姐二姐在准备餐食 大姐还是主要负责爸爸的煮牛肉 饭桌上 不懂事的小团 突然提出想吃爸爸的牛肉 谁知妈妈立即抱回 已经跑过去的小团 注意看这时候家里每个人的神情 爸爸和梨花猫 还是在细细品味着 自己碗碟里的牛肉 十天后 女主人主动联系了节目组 原来普家再次发生了 恐怖到无法解释的事 孩子爸已经失踪了五天 并且 当时被烧毁的鸟具照片 再次回到了这个家里 没想到 普世大家族仍然遭受着诅咒 又过了几天 女主人去警局 请求警方帮忙寻找丈夫的下落 可无论怎样搜查 男主人就好像人间蒸发一样 音讯全无 于是记者带着这张照片 找到日本超能力协会会长 谁知会长一眼便看出了其中的端倪 当他了解详情后 就断定出这个家的男主人已经死了 一个月后 节目组再次来到大家族 清晨由妈妈带领大家一起做广播体操 可以看出 每个人都是无比的快乐和放松 与此同时 记者也发现了令人细思极恐的一幕 他们家的梨花猫已经死掉了 孩子们依然喜欢画画 爸爸讨厌小孩子 所以爸爸打大家 所以妈妈把爸爸的梯子弄倒了 爸爸杀了孩子 所以妈妈和姐姐煮牛肉 哥哥一击击中 爸爸和猫一起去了天国 相信看到这里 小伙伴们已经猜出了真相 大姐学习成绩很好 但总在深夜学习 可能她学习的并不是课业上的知识 因为她在看妈妈教给她的药学书 那天晚上 书里的内容是深化合物 俗称披霜 少量服用就会出现头晕 昏睡 乏力等症状 所以爸爸并不是我们猜的那样 故意不出去工作 而是每天和猫咪都在独享他们的牛肉 组合起来就是 妈妈曾经是护士 又精通医学懂得下药 大姐每天烹制牛肉 哥哥每晚训练一击击中 说明老五的死 和孩子们经常无故的受伤并不是意外 妈妈为了保护孩子 才会同意节目组的拍摄 也是因此 借由鸟居照片会带来厄运一说 为爸爸的消失 找到合理又玄妙的理由 那么 来做法师的处灵者 如果是妈妈找来的 那么她很有可能就是个妥 姐姐当时估计也是在演戏 如果是节目组找来的 那就厉害了 因为她的咒语 让每天烹制牛肉的姐姐 变得异常难受 怎么样 故事里的线索和细节 你完全看懂了吗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推理小故事 请继续关注 我是你们的客代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